原标题一家人去吃火锅 丈夫去停车后离奇失踪了 一个大活人 正邀就突然找不到了 家住重庆九龙坡 去马王乡附近某小区的李治失联快三天了 妻子小唐以泪洗面 激进崩溃 9月25日晚上7点多 小唐和李治开车去池港大道吃饭 李治去停车被撞 就一出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 这两天 小唐一家在李治失踪点附近找了个便 发放了一百多张寻人启示 但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一个大活人就进去了哪里 出车或被送医院 25日晚上7时 李治和小唐带着女儿和小唐的娘娘 到池港大道附近的一家火锅店吃饭 火锅店附近找不到车位 李治想把车停到对面的马路边上 他让小唐带着家人先进店里点菜 20分钟后 见李治还没有回来 小唐打电话给李治 我被一辆货车撞了 要去医院一趟 李治告诉小唐 小唐听后大吃一惊 连忙询问丈夫伤的严重不 并表示要立即去医院看他 伤得不重 你们不用来 我一会就过来 说完这句话 李治就挂断了电话 听丈夫这腰说 小唐也以为丈夫病无大碍 也没多想 离开医院后失联 又过了20分钟 小唐再次拨打李治的电话 却怎样也打不通了 小唐再也坐不住了 立即赶到李治就诊的九龙坡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的护士告诉小唐 李治是被120救护车送来的 但只是简单处理了手肘部的擦伤 没做任何检查就离开了 急诊科护士称 李治被车撞伤后 围观群众帮忙拨打了120 李治到医院时 神社清醒 生命体征平稳 医护人员建议他做详细检查 但李治拒绝了 医院方要求李治留下来 等家属来接 同样也被李治拒绝了 小唐无法联系上丈夫 只好先回家等待 当天晚上11时时 李治仍未回家 小唐向杨家平派出所报警求助 新增部门介入调查 接警后 民警展开了调查 涉事司机 何某介绍 当时他驾驶一辆小货车 从摊子口前往蔡原坝 在直岗大道附近 撞到了李治 他很快就爬了起来 说自己没事 让我走 我不敢走 围观群众打了120 我跟随他来到了医院 后来他自己离开医院 我才离开 何某说 26日上午 小唐来到九龙坡区 交巡警支队调取视频 视频中显示 李治停车后 起身汪火锅电 相反的方向走 过马路时被一辆货车撞倒在地 随后有市民将他扶起 几分钟后 120急救车赶到 李治和涉事司机一同上了救护车 而在医院门口的监控视频中 小唐看到丈夫自己扶着后腰 从急救车上坐下来 不久便从医院离开 并在马路边着手 似乎想把车离开 不过监控并没有拍到李治 最后是否乘坐出租车离开 停好车后 他应当立即来火锅电与我们会合 为何却要往反方向走 对于丈夫车货前行走的路线 小唐想不通 目前此案已交九龙坡区警方行政部门 警方正在进行调查 希望市民提供线索 丈夫失踪的这几天 小唐每天都和家人开车到人多的地方分发寻人启事 第一天去了杨家平 蔡元坝 李家驼 第二天去了重庆北站南北广场 机场 几天里 小唐和家人几乎跑遍了主城区人多的地方 两百多份寻人启事 也快发完了 但依旧没有任何消息 失忆了找不到回家的路 那出血倒在哪个角落没人救 还是发生了其他的意外 小唐说 这些不好的念头一直折磨着他 这三天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目前警方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中 同时希望市民积极提供线索 可以打小唐的电话 一百八十五亿八千零四万九千一百一十二 责任编辑 张玉